西周在立国之初一直实行分封制 周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天子死后由其嫡长子继承王位 至于其他数子就被分为各地诸侯 这些和天子同姓的其他兄弟 在各自的封国内 其王位也是由嫡长子世袭继承 其余数子又作为小宗被分封为清大府 清大府在各自封地里又是同姓宗族的大宗 其封爵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 其余数子作为小宗 分封为氏 根据宗法制和分封制 西周便形成天子 诸侯 清大夫 氏 等各级宗族贵族组成的 金字塔氏等集制机构 分封制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 和扩大统治区域 而西周王朝之所以灭亡 主要是因为周幽王违反了 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宗法制 由此引发夺敌之争 最终落了个兵败身死的悲惨结局 周幽王死后 众位诸侯 雍丽敌长子姬一舅继位 视为周平王 为了躲避荣犬之难 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 史称东周 秦国国君秦湘公 由于护驾有功 被封为诸侯 并且封获齐山以西的土地 至此 秦国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 踏上了诸侯争霸的舞台 而秦湘公就是秦国真正义上的 第一位君主 除此之外周平王对其他有功之臣都进行了封赏 比如正武功因为护驾有功 称为王室重臣 我们这集的故事就从正国开始 公元前806年 周宣王把自己的弟弟姬友封为诸侯 因为姬友是正式 所以自国号为正 而姬友就是正国的第一任国君 正环公 也是正这个姓氏的德姓始祖 正环公治理正国颇有政绩 因此深得百姓爱戴 后来犬荣攻陷浩金 正环公与周幽王一同遇害 正环公死后 正国人共同拥立他的儿子 决突为国君 视为正武功 武功继位后 先是秦 晋 魏 三国联合 击退犬荣 受封轻士 不久后 又因为护送周平王迁都友公 受赏大片土地 此时的正武功也心勃勃 继续坚持父亲制定的东扩战略计划 先以离剑纪灭亡快国 又趁周天子巡视国国防务时 灭亡国国 最后又用嫁女之计 突然灭掉胡国 在正武功的不断发展下 正国国力逐渐强盛 为日后正专攻的小霸奠定了基础 在公元前761年 正武功迎娶 申国国君之女穆江为夫人 先后生下悟生和贡输段两个儿子 一般孩子出生都是先出头后出脚 但长子悟生却异于常人 先出来的是脚 后出来的是头 这样一来 可把母亲悟江折磨得死去活来 因为难产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所以当大儿子最终平安出生后 就起名为悟生 悟骨同悟有腻的意思 爸爸给你起个名叫悟生 悟生就是不孝的意思 正因如此 悟江对这个差点害自己丢掉性命的大儿子 一直心怀怨气 后来当他生第二胎的时候 几乎没费什么力气 就顺产而生 这下悟江对两个儿子的态度可谓是天差地别 总是处处偏袒小儿子段 眨眼间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 这名长相英俊 下手狠毒 一箭射杀奴隶的人 正是小儿子段 今天是他们兄弟比武的日子 段射完剑后 转身将弓箭递给哥哥悟生 悟生面带笑容 接过弓箭 可当箭头转向远处木装上 绑着的奴隶时 悟生却心生不忍 放下了弓箭 几次拉箭 几次放下 悟生最终还是选择低头认输 我认输了 比赛结束之后 正武功对悟生大发脾气 你说 你是不是故意输给他 悟生一听 立刻跪倒在地 表示自己的武艺本就不如弟弟 何况弟弟段争强好胜 就算和别人打成平手 也会愤愤不平 为了不伤及兄弟之间的感情 也为了郑国的和睦 所以才会主动认输 正武功听后 满含深意地看了一眼雾身 随后转身进入屋内 而正武功的夫人 武江早在屋中等候多时 原来武将今天看见小儿子 在比赛中大出风头 又忍不住吹起枕边风 让正武功立小儿子段为世子 正武功看着面前的夫人 真是头疼不已 他虽然老了 但并不糊涂 整子继承爵位 是周朝自古以来的规定 周幽王费掌力右的惨痛教训 近在眼前 他又怎么会步上幽王后尘 所以正武功坚持 立长子吾深为世子 同时又把贡城封给小儿子段 公元前几百四十四年 正武功并重身亡 太子吾深继承军位 史称郑庄公 周平王念在郑国以前的功劳上 让郑庄公继承了其父的职务 继续担任周王氏的亲侍 武江看到大儿子掌控了郑国 小儿子却边居一语 忍不住去找郑庄公诉苦 现在郑国的数百里江山 都是你的庭院了 可是你的同胞兄弟呢 就只有贡城这么个屁大的地方 武江的意思非常明显 想让郑庄公给弟弟 换一个大一点的封地 体贴的老母亲 甚至连地方都给郑庄公想好了 你不能把志义这地方 也封给断了 郑庄公听后心中就是一惊 志义地势险要 要远离国都 一旦出现意外难以控制 因此郑庄公以先帝遗命 不许分封志义为由 拒绝了母亲 不料武江仍然留有后招 我就知道你会用先军的遗命来堵我的嘴 也罢 那就把京城封给断吧 武江早就算准郑庄公 不会把志义封给供书断 因此故意耍了一个手段 要志义是假 想要京城才是真 对母亲无比孝顺的郑庄公只好勉强答应武江的要求 第二天 当郑庄公当众宣布要把京城封给供书断时 却遭到了重城的反对 怎么能封给断呢 先军有度 封地 大城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中城不能超过五分之一 小城不能超过九分之一 这个老头名叫寨族 是郑庄公的清大夫 也是郑庄公的头号谋士 寨族反对的理由非常简单 京城地广民众 城墙长达三百余帐 这样的规模足以和郑国都城相比 按照祖先的分封制度 最大的封地面积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如果把京城封给供书断 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出现了两个国君 这样势必会引发动乱 危及郑国的统治 面对寨族的劝谏 郑庄公只是无奈叹了一口气 母亲有命 怎可不从 国君 子都也是为京城的事 是 那就不必说了 到了京城 要扩充士族车马 早做准备 一有机会 我会派人给你送信去的 日后 你要真能取代 无声之位 我也死无遗憾了 母亲 扩充士族车马 可非一日之功啊 一句母命难为 就将诺大的京城 赐封给了弟弟贡书断 在贡书断即将前往京城时 母亲武将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去了京城 赶紧招兵买马 扩充力量 只要这边一有机会 自己就会和他里应外合 一起推翻郑庄公的统治 看着眼前的亲妈贡书断 感动得无与伦比 立刻又向母亲提出一个想法 我是想与其扩充不如削弱 武将一听这话恍然大悟 火急火燎又去找到郑庄公 你把京城封给了段 可是他手下没有士族车马 怎么守成啊 原来贡书断的意思 是与其自己慢慢发展 不如直接找郑庄公借兵 一来可以快速增强自己的力量 二来还可以削弱庄公的力量 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武将对这个大儿子 是真的没有丝毫感情 一上来就是狮子大开口 不知上去多少 冰车四百 上将一元 郑庄公一听瞬间面露难色 要知道整个都城所有冰车加起来 还不满一千成 武将开口就要给供书断分一半 这样一来 都城就会陷入兵力空虚的危险境地 面对母亲如此毫不讲理的偏袒 郑庄公不知道该说什么 从小到大他没有感受过母亲的一点关爱 现在母亲又为了小儿子的利益 对他步步紧逼 只差开口明说 让他让出国君之位 郑庄公沉思片刻后 最终还是答应了母亲的无力要求 此举除了对母亲的孝顺之外 郑庄公也有着自己的考虑 他要慢慢滋养供书断的野心 看着这个弟弟究竟想干些什么 得到兵马的供书断 野心越来越膨胀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取代郑庄公的位置 为了早日得到国君之位 供书断竟然偷偷派出刺客 去暗杀郑庄公 母亲悟将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 他虽然从小就不喜欢大儿子悟生 但悟生毕竟也是他的亲生儿子 他只想扶持小儿子上位 但并不想让大儿子为此送命 直到此刻武将才终于流露出 一丝母亲对儿子的关心 但一切为时已晚 此时身穿黑衣的刺客 已经偷偷潜入郑庄公府邸 所幸无意高超的子都 及时出现救下庄公 子都本想杀掉刺客 却被庄公制止 郑庄公下令放走刺客 同时让子都对这件事守口如瓶 看到这里 如果你以为郑庄公是一个心思手软 重情重义的烂好人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句成语出自左传 说出这句话的人正是郑庄公 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 郑庄公绝对不是表面那样 人畜无害 他之所以迟迟不对弟弟动手 是因为他知道 母亲武将一定会百般阻挠 如果他执意要杀共书段 国人不仅会骂郑庄公为兄不仁 还会骂他对母不孝 因此郑庄公才会一直忍辱负重 等待时机 他要等的就是供书段自己跳出来 引起名分 到时候他就可以师出有名 将这个爱事的弟弟一举诛杀 这才是郑庄公作为一个乱世枭雄的 阴险与毒辣 听大夫债族已经看出了 郑庄公的野心和手段 他知道郑国即将迎来强盛之期 那郑庄公究竟要如何对待 自己的弟弟和母亲 点个关注 我们下回再说